第五十一屆金馬獎倒數計時 獎落誰家備受矚目 國片卡諾帶觀眾回到一九三一年 重現加農棒球隊 打進日本夾子圍的熱血故事 在台上映票房吸金三點二億 叫好又叫做 挺進最佳劇情片入圍名單 角逐這項最高榮譽 力拚獎名台灣 其他入圍最佳劇情片的大陸電影 來勢雙雄 中國大陸導演刁毅男 指導的白日焰火 描述退休刑警 為破解連續殺人案 主動接近和死者關係 密切的洗衣女工 卻一步步陷入迷情 招惹殺雞 獨具特色的黑色電影風格 加上柏林英戰最佳影片 金雄獎的加持 讓白日焰火在金馬獎升職探長 大陸實力派演員 陳建斌 自導自演電影《一個勺子》 他在片中飾演農夫 把失蹤人口交給片徒 反被指控為人口販子 陳建斌手持導演筒 就風光入圍金馬五個獎項 大陸實力派人口販子 你看我瞧眼睛會行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電影推拿 改編中國大陸小說家 碧飛雨的作品 以盲人按摩中心為背景 描述視障者的愛遇情仇 片中大膽啟用盲人演員 並利用各種濕焦和黑畫面 呈現視障者的視覺觀點 至於香港導演許愛華指導 湯偉主演的《黃金時代》 把明初傳奇女作家蕭鴻 為情奔波 躲避戰火 顛沛琉璃 充滿戲劇性的生活 搬上大一幕 除此之外 電影更重現三齡年代 中國文台名人的生活氛圍 四部大陸電影 夾殺果片卡諾 最後誰能勝出 二十二號頒獎的 延定簡簡章 中央社綜合報導 中央社綜合